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日总结,我是Vicky好英文 这一节是Anno,我们的嘉宾Anno,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市向上上证综合指数升了34点 报2,602点,护心300,升了43点,报3,153点 深正成分指数升了1.4%,报7,482点 卓业板指数升了15点,报1,275点 行指方面,今天升了394点,报24,979点 博企指数升了139点,报10,138点 拜市成交率有1,063亿 虽然今天早上公布中国制造PMI的数字不理想 但好像对A股的影响性都没什么 升势都维持在这里,港股在下午之后更加发力 之前弱势的新经济股都有个大反弹 好像信誉都升6% 邓讯也升5% 大动行指 以全日最高位收市24,979点 其实差一点就去25,000点 可不可以再弹高一点呢 其实你讲的势头我觉得不乐观的 你比如说信誉,港河为例 虽然今天最终来说都升到 百分之接近6% 但其实你较回今天的高位 71元这些位置 价格的升幅都缩了很多 其实都反映反弹动力都仍然是弱的 另一方面就是说 这一刻PMI做得差 往往都是的 从过去历史上多次都是说 当PMI跌出50水平了 今次官方没有跌出50水平了 但是明天未来公布的财生制造业 PMI数据上 反映中小企的 相对地跌出50的机会是十分之大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过往你讲的 当制造业的PMI指数 真的跌出50水平的时候 大家会憧憬有一些旧市政策 而很老实说 这一刻近期看这一两个星期 我们都有很多旧股市旧经济 相关的措施出来 实际上是具体措施是有的 所以现在市场只是加大一个憧憬 觉得短期来讲 这些旧市政策短期来讲不会缩 甚至力度仍然会加快 甚至就算大家普遍都认为 未来就算美国和中方 达成不了任何会谈 真的打一个全面的贸易战 但是也会有很多的利好措施出力 可以抵消反倒 会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很老实说 我不会建议大家这样看 不会抱一个这样的态度 去看回厚施 因为始终这段市况跌下来 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忧虑 就是内地的旧市措施 不是真的那么具体性 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帮助 实际上下年的GDP增长 整体整个经济增长方面 我觉得仍然会有个人幼 而特别之前说的 这些今天反弹的新经济股 其实存在着下调的空间 都仍然是十分之大 所以我会很担心 好像之前那样 以往那样 大元就散 观察力度仍然是大的 所以整个浪低于乐的格局 我觉得很大机会维持着 所以这一刻我会建议大家小心 从图表形态上 今天反弹起来 如果极短期后市 看未来一两天 其实是有机会收捕 之前未来下降裂口 有机会弹到上去25,200 25,300这些水平 但是突破不了这段下降轨 老实我觉得仍然有机会 再向下侵底 相信这段下降均和10天线 会是短期后市来说 一个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所以这一刻 投资者要担心就是说 会不会收补完烈口之后 马上跌下去 之前试过几次都是这样 这个格局有机会维持着 所以说这一刻 短线直市可以提到 8-200点左右 升到8-200点 大家都要小心 随时有机会在11月份 一开始那段时间 再向下侵底 好啊 跟Arnold谈完事 都想跟你谈谈一些业绩股份 首先想谈谈渣打 今天下午也出了业绩 首三季的税基本日理 按年升2.5% 都比市场预期好 不过收入按贵减少1% 低于市场预期 主要因为贷款和存款增长放缓 正式差 也看到按贵收集了3个点子 其实这份业绩不是太大惊喜 不过业绩之后 集团预期都挺乐观的 他就说明年公布传言业绩的时候 就会公布未来3年的重点发展领域 提高财务回报 有信心可以有10%以上的回报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乐观呢 说到渣打管理层 一直对公司未来恢复 OE恢复的程度 或者进展 一向都看得比较乐观 但是往往做不做得出来 大家仍然会有个落差 对于投资者 我大家看来说 看渣打这只股份 其实最关注未来来说 能不能够继续恢复派息 看回今次的业绩上面 看回一级资本充足比率 或者核心资本充足比率 整体仍然都不算是差的 恢复派息的状况 都会仍然是理想 但是股息率 不会真的十分吸引 这方面来说 会限制股价短期后市各表演 其实你看回 无论是渣打也好 惠控也好 整体而言 公司对于后市前景的状况 不是那么悲观得那么紧要 包括渣打 你看回他们 今次的业绩做得好 其中一个原因 大网也说到一些撥鼻 整体而言的整体幅度 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但问题其实和惠控出现业绩 这个情况是一样解读方法的 在这一刻很多的国际银行 包括渣打在内 撥鼻做得少 这方面大家觉得是好是坏 真是一个未知之数在 始终说到未来 包括脱钩这些风险 和渣打一样 是面对着一些风险因素在 所以我又觉得 和惠控的情况一样 股价未必会存在着 一个很大升的空间 最重要是说到股息率 预料都会相对没有那么乐观 环球经济增加放缓 对银行业始终仍然会有影响 所以我看回渣打股价的走势 短期来说股值很难大幅地向上授 因为始终如果你是卵市长 没错渣打现阶段股价对NAV来说 质量幅度很大 PB都是0.5-0.6左右 但问题就是 在这个水平存不存在 一个大反弹空间 我想会有保留的 因为未来对于它的派息水平 那些情况的看法都不会十分之乐观 所以极其量 最多最多都是达到60元这些位置 就算去到60元 我觉得这一刻仍然是比较困难 我不会建议大家去买的 但是如果有货的 有机会达到58元这些位置 我建议可以留在这些位置 这些考虑开始足复减次 好啊 另外基建股都出了一些业绩 看到它今天的升幅都不错 其中中国铁建118.6升幅最大 升5% 而中国中铁也有4%的升幅 升了这么多 看到它的业绩表现都不错 好像中铁建首九月的纯利 按年升20.1% 营收也升6.4% 另外中铁首九个月的淨利润 多赚1.8% 营收也升5% 其实今年国内就不断推基建 基建投资增加 令到基建股的业绩好 其实都在业绩上反映了出来 其实是否大家都预测了 最重要的是第三季 都看到有个持续改善迹象 所以大家对股价后市的看法 是会有信心 但是业绩对于股价 特别是第四季的刺激作用有多大 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保留空间 特别是第三季基建股上升了这么多 市况一旦转车 略为有利淡消息在 包括一些走资的压力 人民币贬值 或者基本上大家看到 经济前景是不明了 贸易战的风险正在增加 而未来你看到一些经济数据上面 譬如那天九月份 看到股头是有回升趋势的 但是那天十月份 突然间又再次放缓 这些数据又再转差的话 我只会担心基建股 可能有机会足够一个获利回套的情况 因为论股价 其实无论是这一刻也好 或者是上年出业绩也好 其实股价一直以来都是便宜 但问题就是市场对基建行业 都是没有太大的信心 所以这一刻特别是股价之前 升了这么多的情况下 现阶段即使业绩好 我看不到有太大的亮点 可以支持股价继续长升长有 所以基建股 这一刻的确是需要保持警觉 但是在这个市况当中 基建股仍然是比其他的股份 相对地有个比较良好的表现 所以是有货的 我觉得不需要马上去估出主 但是譬如你看回 以186为例 其实在这一刻做节目也在说 很多股票有个明显转差的洗头 也在走着一些头肩顶的形态 也在说以186这一刻 完全未成立 但是图表上 是有个迹象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短线来说 第一方面留意股价 能否突破10元这些阻力位 10元有机会是一个肩部的顶部 如果成功突破了10元 站稳在楼上的话 当然整个形态是不成立的 是会有条件可以看高线 你看回图表形态上面 可以留意这条颈线位 即是如果能够站在10元楼上 可以参考这条短期的上升位 其实你不穿这条短期的上升位 就是大家站在9.5-9.4楼上 有条件继续向上望 但是如果跌穿这个位置的底部 即是大约是9.3这些水平 我就会觉得小心了 这类型股份 其实就是一旦市况转插 或者是出现一些获利回吐的情况 可以很短时间内跌至8元 这些位置都不出席 所以这一刻 只会建议大家研究 第9.2这些位置继续 但其实在这个板块 是不是选择1.186 比例如390会好呢 因为看到花旗有个报告 就是说 终结建前9个月的盈利 和美增成长有20% 这个增速其实是同业里面最高 而行业里面的公司大概都是13-18%左右 第4季它的表现有望加快 是不是这只会提高一线 始终说1.186个负债水平 相对地较低 而且股值也相对没有那么高 如果你是真的硬认一只 我相信1.186个表现的确是相对比较好 但始终之前说的那些风险因素 其实最主要都是担心升了那么多 有机会触发一些获力回吐盘出现 始终说内地股市前景 现阶段我自己的看法 无论股市也好或者经济都好 前景都仍然是不乐观 这些基建项目是否真的有这么强劲的增长 这个也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所以你说的 其实整个板块我都是担心有机会转 但你真的相对地 我相信1.186个表现是相对地比较好的 好啊 说完那些基建股 看了煤炭股 中国神话 它也出了业绩 它公布首三季少赚近4% 收入亦都按年增加6% 跟大罕预期的表现其实都差不多 但大罕见到这份成绩表都表示满意 好像中印国际就说 见到它的成本控制有改善 无利率也有扩张 上条它2018至2020年的盈利预测1% 摩根士丹尼亦都说 最近市场担心的煤价下跌 造成股价调整是过度反映 现在的股值和6厘息都挺吸引 重新维持这个维持的评级 其实染煤之前出了业绩 大家对中国神话的业绩也有点紧张 Hano 这次他有心不舒服 其实三间主要的大型的煤公司 所说的业绩 其实只是1171演奏煤 表现相比较差 你看中国神话或者中煤能源 第三季的业绩都仍然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如果用这个看法上面看 主要原因是1171面对着的问题 都是澳洲的煤矿上面等等 可能带来一些财务费用上升 短线来说令到股值大幅向下调整 再来说内地的煤价方面 近期最新消息也都见到 煤价开始有个从高位回落的迹象在 始终我之前都说到的 未来的经济前景看得这么悲 例如制造业之前说的 甚至整体延下反映中小气财新 制造业PMI有机会跌出50水平流下 当制造业开始缩的时候 社会用电量不会好得去哪 所以煤价很难会有个大反弹势头 之前我说过的 我都估计未来冬季时间有气泡 这样的迹象出现 但这一刻值不值得去拼这个因素 我觉得风险率实际太大了 始终就算有气泡 或者市场对于煤的需求比较强劲 但是当整体延传社会的发电量 都在这么辟弱的情况下 特别在现阶段 大家开始说 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贸易战 可能来说美国开始12月 研究最后一段 向中国全面收关税等等 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整体延估 社会的发电量 整体的表现 甚至可能下年的情况会更加差 每届有机会 可能真的见顶会落都不出气 所以这一刻 煤炭股我都不会提得太乐观 1088神话 我觉得短期来说 因为业绩的确不算太过差 未必这么快会穿之前的低位 但我预料股价 有机会横行在17至19这些水平 如果有货 我觉得可以留下股价 可否借着这两市奉贩单 但对接近19这些位置去减测 但是如果上不到这些位置 同样地 连17这些位置都守不住 我就觉得要理性指示离场 好啊 中国神话 看着17元的指示位 亦都不感谢 Arno和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股份 和你申报 有没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这节目就差不多和Arno聊到这里